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大家来到灵异村 我是村长 罗永恒 各位村民 哈啰 我见到你们 但我把桌子遮了一点 没关系 好 见到你们做Live是舒服点的 因为起码你们问我 我知道你们得到哪里 如果不是做Live 难做点的 好了 今晚又继续和大家过0.2的一小时时间 我记得上一集和大家介绍了 其实你拿着副牌也有很多玩法 尤其除了圣诞假期之外 也快要过年了 你知道打合很多假期 你基本上拿着副牌除了床底之外 你就可以做一些占卜的东西 过年最喜欢求神问卜 上次我简单解释了 啤牌的日子四季 今天就和大家简单说 其实啤牌有四只花 应该也没有难度 分别有葵线、方块、红芯、梅花 其实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首先你要明白 用啤牌占卜原来有很多格式 如果你说yes no 只能揭一只 看到红 代表no 黑 如果你说这只 我想问一件事 一签就问一事 所以一件事 你问了揭就一次 你不要搞几十次 这些永远都不会准 因为逢是用卡尖卜 是有少少用你的第六感 你如果不肯定 第六感就不准了 一事就扣一张牌 而且不要重复扣 如果那件事不好 心就不要硬着硬着 就知道既然已经有预报给你 你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命运都在你手 如果你问一件事 譬如我的爱情 我的事业 可以揭一只 看什么花就代表什么 我现在开股了 如果你是抽到葵线 任何葵线 你抽到葵线的话 代表有灾难 有疾病 有损失 也会失戀 即是说 如果你问起 那档生意 我做行不行 抽到葵线 你就知道 不多行不行 如果你说 我拍拖这个男生 可以吗 抽到葵线 不多行不行 所以你看到葵线 你就知道 不多行不行 如果你抽到 就是格仔 方块 格仔 格仔代表什么 出奇地 格仔是好东西 格仔代表财富 代表经济 事业有成 以及代表物质 生活丰富 有钱 即是说 如果你问那件事 最近 贼贼的 好没运 一抽格仔 就够了 有钱来了 好运 格仔是有钱的 可以的 你要记住 格仔这支牌 是好东西 如果你抽到 红心 红心 代表什么呢 原来红心 不多不少 都是和戀爱 有些关系 红心 代表戀爱 结婚 约会 爱情 如果你问 突然抽到红心 即是告诉你 你有爱情的机会 或者最近红乱声动 或者结得成分 或者很多好东西 即是关于戀爱 和爱上 都会是红心 有一点特别 如果抽到 红心有爱 就是代表 如果家人最近有病 你很担心 他想问他 其实红心 是好东西 OK 好了 如果你抽中了梅花 即是三粒的梅花 原来就代表 友情 即是朋友 朋友不错 可靠 代表你的明星是不错的 如果一些艺术师 抽到这张牌 应该挺开心 代表明星不错 人缘好 代表很多人帮 而且你的人缘是非常好的 工作上也好 所以如果你抽到梅花 基本上就是人缘 事业 同事 OK 等等也好 简单解释了这四花 如果你问一个问题 直接揭这个花 基本上都可以做到简单的占卜 好了 金堂的占卜堂到这里 下一堂第三集 就和你们说些数据 我有燕鸣类籍 2 3 4 5 6 7 8 9 10 这些代表什么呢 有第二种玩法 那个玩法只看数据 当然 最后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玩法 先一步一步来 大家BB班 下一次告诉你 大家可以听号码代表什么 你们大概可以拿着啡牌 就有很多种玩法 不过是要少少记性 不记得的不要紧 你们只要记得写下笔子 简单几个字 或者将来我出一副啡牌 另一圈啡牌 就有一个说明书给你们 OK Hello 各位村民 我见到你们了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又要开始了 今天是第二集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见到你们 今天是第二集 亦都很感谢 一些收费的 已经给了钱看我节目的各位村民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每一集 这里都是灯油火纳来的 我是租场的 而且你们每一个帳户开通 其实要收我手续费 即是你们每一个号 就收手续费 你又不要忘记 披披扣我钱 七除八扣就是所如无几 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付费 让我继续有得 买这个场子 灯油火纳 就和你们做节目 今天就是和大家说 有一些灵异的过案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这件事发生的地方 都挺特别的 在2007年 苗栗交区 省道台十三线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灵异事件 这是内地 当时有一个叫超商市场 类似大于便利商店的小型超市 叫超商 有一个员工 这是其中一件事件 因为原来在十三线上 发生过很多奇怪事件 分别是有一些的的士司机 他们都清清看到一个女鬼在等车 慢无目的飘 黑影 有一些甚至乎言之作作 就是上了车 问女士 你去哪里 又不说 直到司机 看到他是不是很惨 发生了事件 被人抢了钱 或者没有钱 或者没有精神病 就想着遇到这些情况 车一段路 然后放下他 在车段路停车的时候 这个女人就跟他说 可不可以帮我找些东西 究竟找些什么呢 先讲回2007年的事件 就是有一个超商市场的一个 伙计 即是执货的员工 店员 他年轻 下班不想走 就叫朋友出来 游车河去玩 他们就是因为他做的超商市场 就在那个地方附近 所以他就约他收工 都是去苗栗的郊区 十三线 那里有一个大平顶 上山就上 下一个小扯波 他就约他们 游车河兜一下风 在那里出水 其实我们香港人 如果晚上街不是那么逼 都会有这些活动 起码你会下廟街 都很正常 他就约了一些朋友 就一起去那里玩 那怪事就发生了 因为一到一步之后 这个男生就不知为什么 他人就突然沉默静了 就不说话 然后就一路向前走 盲中盲中盲中的向前走 其他朋友最初就不确定 他就带头走去 走走走走走 他就开始不是走在路边街了 他就开始走鬼进去那些森林的地方 最惨是他一路走一路走 越走越黑 他们就说 喂喂喂喂 叫他去哪里 喂喂喂 叫他去哪里 叫他都没有反应 好了 他一路走走 就叮着尾巴 想叫他回来 走走走走 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废屋 有一间废墟 有间废屋 几个朋友就开始害怕 就捉住他 拍着他 折着他 喂喂喂喂 你去哪里 当时问他去哪里 他就好像着了摩 都是没有你的朋友 然后继续想向废屋的方向走 那些朋友就当时觉得 咦 不多对劲 不多对路 就硬硬把他连人带拖出去 当他拖出去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就说 他听到背后有人跟他说话 但是鬼吃来说不到 但是太害怕了 这个情况太危急了 知道他好像出了地事 就拖去他去路边才说 然后去到路边的时候 就突然间拍醒他朋友 佐Music 是何呀 他便想一醒 他第一句话他便说出 一ーン combined 他便说 :「可不可以帮我找个手 ?」 原来那一刻 我俗称的给鬼迷 他一直朝着着肺口走入去 寻找一臂手 究竟 são抵法 为什么需要找一臂手 先讲讲另一硬事件 其實在那條十三線上 原來都是發生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意外 分別有一些是交通意外 亦都有一些劫殺案 另外所以在那裏本身的鬧鬼傳聞都是有的 但是在那個時期亦都很流行 一個女鬼的鬧鬼傳聞 這個女鬼似乎會好像是 盲中中地在山上不停地找東西 有些的士司機見到 有個婦女的黑影在山上不停地找東西 不知道這個女人是否出事 有些人都有好心 喂!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 當然有很多人就當看不到 很奇怪的 有些司機分享出來 當我問他你在做什麼的時候 這個女人似乎好像不太想聽 她說話繼續不停地找東西 然後到了那個男人 他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些都是危險的 怕的 想走的時候 就感覺到那個女人好像意識到 想找自己幫忙 就開始向自己的步伐走過來 而當這個女人走過來的時候 從黑影上看到 這個女人原來是沒有兩邊的手 手是沒有了的 當時這個司機就嚇到拔腿狂奔 飆回上自己的 嘩!開始跑了 所以在那裏 有一個女鬼傳聞 其實本身就已經響當當了 究竟這個女鬼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女鬼怎樣都有點身世 追索一下 原來這個女鬼是有背景的 這個女鬼本身 因為她老公在家裡經常家暴她 她忍不住決定要離婚 但她的老公都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都不野小 她能家暴她 她都是惡人 她就跟她老婆說 你想和我離婚啊? 可以! 但簽離婚子一定要來我家 她的太太 即是那個女事主 想了很久 她經常拳打腳踢 都有點危險 但我回去簽 但我不回去 我來不了婚 簽不了紙 那怎樣呢? 當時呢 她就是想到 沒什麼方法 危急的情況之下 就帶同自己七歲的兒子 就想著 陪著自己有什麼事 兒子幫我去報公安 但是呢 去到山腰的時候 去到山下面的時候 又想想 哎呀! 不是啊! 我兒子都這麼小 不夠打的 萬一她打我 打完兒子 那怎麼辦呢? 於是她就在村口 即是那個山中間 有一個村口 就有一個士多 她就放下兒子 就跟兒子說 你坐在那裡 即是買些東西給兒子 你坐在那裡 你等媽媽 媽媽現在就回家 簽完離婚書 我就下來找你了 那她的媽媽呢 當時呢 騎著一輛摩托車 我們叫做電單車 就是上山的 在山下面呢 虎等的兒子 即兒子 就一直跟村民 即是行歸村民都認得她 就跟她聊天 咦!回來了嗎? 聊天啦 是啊! 你媽媽呢? 我媽媽回了上家 就一直聊 有時有些好心的村民 又會請她 看到她 買下零食 請她吃 如是者呢 過著過著 就不多對路 時間呢 點點滴滴 就過去了 都不見她媽媽回來 那天呢 就開始 咦!開始昏暗了 都不是 都不是十時半刻了 都隔了幾個小時了 她的兒子就淒涼了 因為要走上去 要找自己媽媽 於是一步一步走上去 那你走上去的時候 就更加拖得很晚了 終於 很辛苦地走上自己家的門口 即是以前 即是爸爸家的門口 那她走到門口的時候 就看到她自己媽媽的電單車 就還是停在那邊 即是媽媽還在裡面 她的心裡 其實她是有些大陸感 小孩子都很聰明 都覺得不對勁了 爸爸是會家暴的 媽媽幾個小時都不出來 也應該是有點出事 但始終都是小朋友 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於是呢 就走過去窗口那裡 大家去看東西 當時放到屋內很暗 但看到他爸爸的身影 很大隻 但看不到他媽媽 但因為他爸爸手上有拿著東西 不知道是棍還是刀 因為他看不清楚 他在外面有些動靜 經過爸爸回頭看 他太害怕 拔腿狂奔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很遠路 走到哪裏 走回去自己的家 但在他回程逃走的途中 他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因為家旁邊是坑渠 他在當時看到漏出來的水 漏出來的水是有些紅色的 但鑒於天氣很黑 究竟是血水還是黑色的水 他分得不清楚 不過以他小孩子 他當時的經驗 就是走到路邊 聞到有血腥味 看渠邊沖出來的水 應該是紅色的 他當時的直覺 覺得和看得到 所以他知道 避不妙 很害怕 一拔腿狂奔 跑跑跑跑跑 你想想 上山又這麼遠 落回去中間 再落山 然後再跑回去 即是媽媽的外家 即是外公的家 原來已經跑到回去 已經很晚了 跑到回去很晚 就很害怕 未平復過心情 因為他始終都叫見到血 不知自己爸爸做了什麼 媽媽又不見了 不懂處理 七歲人仔 拿一張皮蓋著自己 很害怕 很害怕 走去就等 一等 就等到第二天 第二天 他的舅父 剛巧路經來探望他 探望自己的姐姐 知道自己的姐姐說 要簽子離婚 路過過來 探望自己的姐姐 看見他的兒子跟他說 媽媽昨晚回家 但沒有回來 舅父聽到 形勢不妙 他老公不是野小的 沒有回來 糟糕 帶了這個小孩 再次去到 爸爸的家 即是老公的家 去到家 去到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門口的電單車就沒有了 這個舅父就敲門 喂喂喂 開門啊開門啊 我姐姐呢 我姐姐去了哪 當時 裡面那個男人 即是老公 爸爸 他簽完 他昨天下午在他簽完紙 他就走了 沒有留在這裡 你是不是搞錯了 是不是他不開心去 去到誰的親戚家 你找一下他吧 然後關門 就是這樣 舅父和這個七歲的兒子 就找不到他媽媽了 就是這樣 他媽媽自此就失蹤了 舅父呢 苦苦無門 去到他老公的門口 姐姐的車又不見了 他那個壞鬼老公又說 他不在了 唯有真的 逐家逐戶打電話 問自己的親戚朋友 姐姐有沒有來過 又很淒涼地 姐姐就好像從此之後 人間蒸發 每個親戚都說沒有 究竟他去了哪裡呢 舅父呢 找不到 真的沒有蹤影了 確定他真的失蹤了 在這個時候 就只是 唯有報公安 不是報公安 還有什麼做呢 好了 報到公安的時候 都要到場去檢查一下 失蹤的人的事發現場 你說最後的地點就是 那個老公的家 我也要去看看 公安一敲門進去 然後那個男人就應門 就說 怎樣 什麼事啊 我就是想找這個 失蹤的女士 當時這個爸爸 是非常之不合作的 但公安就很眼利 其實在你開門的時候 就拿家裡有些什麼 就被他們發現 桌上有一把 油亮亮的菜刀 為什麼我用油亮亮去形容呢 因為這把菜刀 通常都是雅曬色 或者是很舊的 他這把菜刀 是非常之光亮亮的 警察當時一看 即公安看 很明顯這把菜刀 是被清潔劑洗過 拿乾淨了 所以就這麼亮 但是這個時候 門口就有一輛打的 就來了 這輛打的到 原來 咦 誰叫車啊 我老公就跟公安說 是呀 車是我叫的 公安問他 你打的 那你去哪裡啊 他說我沒有啊 我就決定要出去打工了 所以就是我不打算回來 我不打算回來這個舊屋 我老婆又跟我離婚了 這裏是鄉下的地方 所以我決定就是 出回城市市鎮去打工 暫時不回來的了 好了 那警察聽到 當時當然就覺得非常之可疑 這個是直播來的 為葉子高 這個是直播來的 不過不好意思 我應該說錯了一點地點 這個是台灣來的 不是來地 對不起 我是路痴 所以當時她老公想過 去台北打工了 好了 警方就非常之 真的懷疑她了 你老婆剛剛不見了 你又不傷心 反而還想出去打工 沒有理由的 你不會幫忙找找她嗎 直覺就覺得 這個老公絕對跟老婆失蹤 是有重大的關係 但問題就是 這個已經可以叫做嫌疑犯 這個家暴的老公 還未找到足夠的證據 在這個時候 警察是非常之眼睛的 當然是周圍周圍拿 最重要就是 找到有些什麼 可以成為證據的東西 原來在這個時候 他們就在她老公 那輛摩托車的電單車 外面拿到腳踏板的底部 有些血跡 即是側邊的位置 有些血跡 聰明的警察 就是找人跟他聊天的時候 靜悄悄走出去 即是移形換影 找人跟他分散注意力的時候 就蹲下 摩托車底板 就想嘗試去拿一下 這個血液 是人血 還是什麼 誰知道一摩托車 就發現有肉塊 有些肉碎在那裡 當時直覺已經告訴警察 可以了 女事主應該已經遇害了 但女事主遇害 她的屍體在哪裏 她是怎樣遇害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個時刻 是真的查不到還未知道 還有 這個男事主 是非常之 這個嫌疑犯 非常之冷靜 基本上警察 嘗試去問她 女事主在哪裏 她都陣陣有時 答她簽了一紙 走了 基本上又沒有其他目擊的證人 警方都是非常之難查的 又單憑她的兒子 7歲的兒子的證供 又是不足夠 好了 說回 有肉塊 有血跡 我拿著這些去驗DNA 不可以鎖死她 鎖死了她 不行 原來因為她用過一些清潔劑去刺 警方當時要快 拿來化驗 這個人走了 譬如舉個例 那把菜刀很明顯是用清潔劑洗了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東西 就會破壞了DNA的檢驗 好了 警方很頭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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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就沒有辦法了 唯有就出術了 台灣很流行出術的就是什麼 就是求神拜佛 就是拜阿廟 就希望你給我一些指引 謝謝你 說時辭 拿而巧合 最近說這些案件 都是有點求神拜佛的 就是當她去廟拜的時候 進去莊園香那一刻 電話就響了 原來有人就報警 發現了太太女士主角的電單車 然後坐在山邊 就說行了 警方一聽到這件事 因為其實在電單車腳踏側面 發到肉塊血跡的時候 就已經扣留了男的嫌疑犯 因為扣留她的時候 就要扣留她自己幾天的時間 要找證據 化驗又久 又未必一定馬上可以 我現在找到她的車 還要報料給她的證人 就說在電單車靠下附近 就有一堆土堆 很可能是被人埋屍的地方 警方聽到當然自然是開心 哎呀好呀一天都光光了 我就自然找到證據 我就可以寫她 於是他們就扣留著男人 就跟這個男人說 你死了 我現在找回你老婆的塞車 還有 有證人說 她的塞車旁邊 就有一個土堆 現在我們派線人過去 就是掘 看看有些什麼 警方另一堆警員到場 當時發現那一輛塞車是女事主的 而旁邊的確有一堆 埋起了泥堆 於是當然馬上掘開它 看看刮開它有些什麼 一刮開 果然是有一條絲 不過這條絲不是人絲 竟然被他們掘到 一個諾威拿一隻狗的屍體 啊 立即晴天霹靂 我居然是掘到一條狗屍 不是吧 那怎麼辦呢 就想爆頭 這個嫌疑犯在這裡 我們再沒有證據 要放走它了 在這個時刻 對了 這個免費的時間 已經是差不多了 不如我們先 給一個休息 然後一會兒回來收費的時間